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年友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到底为什么我们要求往生呢? 当一个人世源已经尽的时候 世人就叫做死了 在佛教就叫做往生 死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已经走了 不再存在了 往生就不同 往生不是死 是从这里去另一道 人死不是真是如灯灭的 我们不会无端端消失 我们的肉身有生死 但是神色就不生不灭 往生就是神色半屋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 亦都叫做色鹤子 或者臭皮囊 有形有色 就好像一间屋住了 屋就变得陈旧了 变坏了 这个时候主人就要换屋了 那么我们的神色 要搬去哪里 往生到哪里去呢? 世间的一般人 在生死关头 那种令人绝望的 非常痛苦的死亡迫近的时候 是一点都能够住的 只是能够除叶流转 在六道轮回里面 天、人、畜生、阿修罗、饿鬼、地狱 这六道生死流转 一生当中 有重大的善业或者恶业 哪一个业最大 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业 臨终的时候 就是重者先献 就被牵引到那里去了 极重的恶业 命中就直入地狱 没听过佛法 但是乐善好诗 这些极大善业的 命中就直接升天 凡夫就是这样 在六道里面 死云又生 生云又死 此死彼生 真是无忧无止的 而轮回在地狱、饿鬼、畜生 这三恶道的众生 就逗留得时间最长 往生善道的时间很短暂 好像切五大师 在《劝法菩提新闻》所说的 地狱时长疑苦仲 七佛以来 游为矮子 百万劫后未脱甲身 速度时长已极 鬼欲时长游倍 九经长劫 何了何忧 万苦交战 无归无咎 如何才能够脱离 这样的生死苦海 除了六道之外 还有没有第二道可以去 九远劫前有一个国王 他悲闻众生 生生世世轮回在六道 不能解脱 所以他发心出家 成为法藏比丘 他在世智 王佛座下修可 摄取了210亿佛土功德庄严 经历了五劫的思维 而发了这个超世的四十八大圆 远远都用他的果地名号 救到十方的苦虏众生 远远是要成就 医正庄严的西方佛土 毫无条件地接引 凡夫 回到西方完成佛土 又经历少祖永挟的苦修苦行 成就了这个清正庄严的西方极乐世界 成就了光中极专佛中之王的阿弥陀佛 同时也成就了往生彼国最方便的途径 万德鸿鸣的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将果地上的功德 成为我们众生因地修行的功德 将积累了多生多世的修行功德 全体凝聚在这句名号之中 拱手送给十方一切众生 就像父母 他将所积累的一切财富 无条件地继承给子女一样 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大慈悲父 阿弥陀佛的誓愿是为我们而发的 他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为我们而成的 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已经十劫了 十劫以来 阿弥陀佛一直感呼唤着十方的众生 往生去他为我们建好的极乐世界 和为我们选择了人人都移民的最简单的方法 信愿持名 求生淨土 我们执持名号 愿生彼国的愿 一定能够和阿弥陀佛的誓愿救度众生 的四十八愿感应度交 一定能够蒙佛接引 往生西方 一般佛教里面所指的往生 就是我们在这个污浊的世界 莲花化身 去到庄严清淨的西方极乐世界 享受无量的寿命 永恒的快乐 好像《无量寿经》上面所说 我若成正觉 立明无量寿 众生民此好 拘来我杀宗 如佛今色身 妙相色圆满 这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大慈大悲 大怨大力 接引导师 阿弥陀佛 感恩大家收看 Namma Amitabha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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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